哎呀 这么大桌 我得点多少菜呀 阿姨 您放心吧 随便点 但是我话得说在前面啊 你别觉得请我吃顿饭 我就能被你收买了 那是 我们夏地女神 怎么可能用一顿饭 就换来的呢 对吧 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聊可没什么好聊的 饭是一定要吃的 因为不吃白不吃 对吧 对对对 对对对 你先看 行了 小伙子 阿姨呀 也不想跟你兜圈子 其实吧 阿姨觉得你是个好孩子 也没那么烦人 有时候还挺招人喜欢的 是吧 我妈也经常这么说我 就是你跟我家夏地 真的不合适 阿姨 您能告诉我怎么不合适吗 你说我跟夏地 无论从身高 外形 兴趣爱好 吃饭习惯 甚至连星座血型都特别合 你这小小年纪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我不就比夏地小了那么几岁吗 但是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这个还是问题吗 是 这的确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吧 你看你刚毕业 是吧 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你还怎么养活我们家夏地啊 你不会打算让他养活你吧 这我可得跟你说明白啊 只要我还在 这种事就不可能发生 我不会让夏地吃这种亏的 阿姨 您的意思 是不是只要我能养得起夏地 您就不反对我们在一起了 牛皮谁不会吹 你拿什么养啊 早说嘛 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呢 哎哟 口气还不小呢 喂 顾博 依人呐 是我 我是夏地妈妈 阿姨 哎 阿姨问你啊 这顾博他们家是做什么的 顾博家是做什么的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 依人姐 你就实话实说吧 不用替我瞒着了 依人呐 阿姨就相信你 你跟阿姨说实话 顾博在你们公司是不是互动啊 哦 这个 是的 可是他们家是做什么的 我真的不知道 嗯 只知道是做生意的 好像做得还不小 哦 好好好 那阿姨知道了啊 谢谢阿姨依人 谢谢依人姐 哦 对 千万要记住 不能告诉夏地知道吗 挂了 阿姨 这回您总该相信了吧 依人姐是夏地最好的朋友 她总不可能帮我来骗你吧 你们现在这些孩子真会玩 还有你这样的高富帅 这么低调的 哎 你跟阿姨说 夏地真的不知道啊 别别别 阿姨 求求你千万不能告诉夏地 你要告诉她的话 我跟她就完了 为什么呀 你们家不同意吗 不是 我怕夏地知道了之后 她就不要我了 她敢 她凭什么不要你 这事儿嘛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总之 阿姨您刚才可答应我了 嗯 不过 也不行 你说光有钱也不行 您怎么能反悔呢 不是 那我 我得知道 你是不是真心对我女儿好啊 我又不是卖女儿的喽 阿姨您就放心吧 我对夏地是认真的 我发誓 只要您答应我和她在一起 我保证 我这辈子肯定都会对她好 你发誓 对 我发誓 好 那我今天也把话搁在这儿 你要是敢欺负我们家夏地 阿姨饶不了你 谢谢阿姨 来 吃菜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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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